每日神话 被神成全不能只局限在吃喝神话被神成全 这个经历太片面 包括的面也小 只能把人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 这样人就缺乏许多灵力需要的营养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 得学会在凡事上都会经历 在灵道的事上都能得着开启 每灵道一件事 不管是好事或坏事 都能使你得益处 不能使你消极 不管如何 你都能站在神的一边看事 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上分析研究 若按这个方法经历 你的心就会被个人的生命的负担而占有 时时活在神的面光之中 不容易实行偏差 这样的人大有前途 被神成全的机会太多了 就看你们是否是真实爱神的人 你们是否有心智 被神成全 被神得招 承受神的祝福 承受神的产业 你们只有心智 还不行 你们得有许多认识 不然你们总是实行偏差 神是愿意成全 你们每一个人的 从现在来看 虽然多数人 接受神做工 已这么长时间 但都是限制在 只享受神的恩典 只愿让神给一点肉体的安逸 却不愿接受更多更高的启示 说明人的心还是总在外面 虽然人的做工 人的侍奉或爱神的心 掺杂少了一些 但就人里面的本质来说 就人落后的思想来说 还总是追求肉体得平安 肉体得享受 并不关心神成全人的条件 目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 多数人的生活 还是庸俗腐朽 没有一点变化 根本就没把信神 当作一回事 好像就是给人信一样 糊弄糊弄 只是得过且过 苟且偷生 很少有人在凡事上 都能追求进入神话 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东西 成为在神今天的家中 更富有的人 得着神更多的祝福 若你追求在凡事上 都被神成全 都能承受神在地的应许 追求在凡事上 都被神开启 不虚度年华 这是最好的积极进入的路 这样才有资格 有条件被神成全 你真是追求被神成全的人吗 你真是凡事都求真的人吗 你有彼得爱神的精神吗 你有耶稣爱神的心智吗 你信耶稣多年 看见耶稣是怎么爱神的吗 你信的真是耶稣吗 你信今天实际的神 你看见今天实际的 在肉身中的神 是怎么爱天上的神的吗 你信主耶稣基督 那是因为耶稣为救赎人类 定十字架 与他行的神迹其事 是人公认的事实 但人的相信 并不是因着 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与真正的了解 你只是信耶稣这个名 却并未信耶稣的灵 因为你对耶稣如何爱神 丝毫不搭理 你信神信得太幼稚了 尽管你信耶稣多年 但你却不知道怎么爱神 你不是世上最大的傻瓜吗 证明你白吃了几年 主耶稣基督的饭 对这样的人 不仅我不喜欢 相信你所崇拜的 主耶稣基督 也不会喜欢 这样的人 怎能被成全呢 你不觉脸红吗 不觉惭愧吗 还有脸 再见你的主耶稣基督吗 我说这话 你们都明白 是什么意思吗